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黑神化悟空捆绑肌肉栏的马天霸 竟是游柯员工皮套 黑神化悟空原画重大更新 辟谣巨灵神废案利用 出发剑人形帅爆 首先,是有关天兵的设计 这么帅的天兵 可惜游戏里表现一坨 只能说设计的这么帅,可惜了 游柯把天庭阵营的杂兵 弄得这么弱 只能和第一张狼腰做一桌 应该是后面攻其太感 不然没理由 有关巨灵神 这个大象装备,原画就有了啊 看样子,养解那个法天上帝的形象 应该不是拿心思改的了 有关八戒的原画设计 难怪子猪儿会对他念念不忘 这张脸,谁看了能不迷糊 八戒这体格加盔甲 一头创上去 难怪子猪儿神志不清 壮尸意了几辈子 就记得这么个人 直接从质疑子猪儿到嘲笑子猪儿 再到理解子猪儿 真的好帅好帅啊 希望天宫隐藏土里会加点稀分吧 要是DLC以人形作为NPC出场 不敢想有多炸裂 这下我信为啥都说他是天庭第一美男子了 不过既然二树人形都建模好了 肯定会在DDLC登场 然后是蜘蛛的设定 仔细看会发现 每只的屁股间造型都不同 个别的游戏里 高低给你绑定一样的技能组全塞进去充速 有关一些BOSS的设定 青背龙的刀是真帅 而且青背龙这个珊瑚状的灵脚设计 真的是绝了 青背龙不给个变身 没道理的 这通壁猿猴踩高敲 看起来像有个小BOSS战 怪不得通壁猿通壁灵活的特点 特点没砸体现 原来有三姐 话说通壁踩高敲的设计没了 是因为技术上有困难吗 感觉做出来的话会是个亮点啊 真是有些可惜了 然后是黑神话里最让我泪目的 NPC马天霸马哥 虽不及大圣翻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但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但可惜这马星感动了老牛 感动了天命人 感动了玩家 却没有结果 马爱为逢 这何尝不是逢记自己的写照 去哪里都无法完成心愿 只能靠自己 有关子猪儿的建模设定 也是让人泪目的一位角色 我觉得子猪儿最后的那句 你还是和NAS一样笨啊 是说给自己的 做嫦娥时的恋爱脑 天鹏被贬跟着下去 取经路上相认 然后被打成重伤 最后为了再看他一眼 用领保续命 知道吴公斤没安好心 但是为了那一面 那是默认了 最后到死想的还是他 最后是有关其他几位角色 以及场景方面的设计 大家慢慢欣赏下吧 最后只想说 游柯快出原话集吧 馋死我了 如果有最新设定原话 我也会第一时间会更新的 大家记得点播关注呀 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好呀 对于黑神话悟空的众多角色 不知道大家对谁印象最为深刻呢 可能有玩家说是四妹平平 也有说虎仙峰黄峰大圣的 但对于马天霸这位小人物 不知道又有多少玩家记得呢 他是整部游戏让我最敬佩的妖怪 很少有人会拿综艺去形容一个妖怪 但马天霸绝对能担得起这两个字 在游戏中 我们有五次机会可以遇到马哥 他会出现在游戏前中期的所有章节里 初次与马哥相逢 即使我俩素不相识 但他还是好心地告诫我 要多加小心 大家可以回忆了一下剧情 每个对我表现出善意的 NPC都或多或少因为我天命人的身份 哪怕是八戒和四妹 唯独我马哥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是真拿我当可以托付性命的朋友 一念尚存 为的便是等你 隐身图里还讲了马哥和牛魔王的相遇 很有意思 马哥遇到路边一头老牛在睡觉 旁边的火快烧到牛了 马哥扛起牛就跑 旁边的小妖看到他扛着牛魔王 以为要拐走他们大王 都来打他 最后跑到芭蕉洞 然后铁扇公主叫醒了那头牛 然后马哥就跟着牛魔王混了 听过一个说法 马哥本身实力不凡 到别家洞府自然会小心谨慎一点 不会轻易丧命 但到了之家火焰山 会自然地放松警惕 结果什么真的遭被刺 最后死在之家洞府真的太别屈了 马哥 真的是 堪称狭义的典范 为救家园四处奔走 最后却栽在妖人手中 仍不忘自己的使命 这个人物的塑造 真的很棒 希望以后游戏科学出的作品中 这种角色能有对话 我现在用马哥变身时 心里都会默念一句 走 马哥 跟兄弟一起杀出去 不过不提剧情的话 马哥这造型也是让人好奇 特别是外网好多玩家 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马哥 我不感兴趣 捆绑加肌肉男加福瑞 加武器长边 我有点怀疑设计师成分了 反正要说设计马哥这个角色的人 没啥特殊XP我是不信的 马哥每个章节的戏份 就是被各种捆绑 洗脑 窒息调教 有玩家就调侃说 这个角色还挺有梗的 强化后就是闪电舞连鞭 而且武器还是鞭子 如果毛色能白一点就好了 让人难崩的是 有玩家发现 马天霸竟是游科员工皮套 这位名为Mark02的职位史环境艺术家 下面几位游科工作人员 全都称呼他 马哥 马天霸 再加上马哥在外网上的人气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开发者把自己写进游戏里 也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事 所以很难不让人联想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